带来塔罗占卜视频呢就是 蹭你和他的感情是否可以修成正缘呢 下方呢有四张牌分别是A B C D 在你的心中默念占卜的问题 从下面的牌中呢选择一张感觉最强烈的塔罗牌 好选好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我们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呢是保健王后就表示说呢 目前他还算是你的正缘 你们对彼此的爱呢都有所保留 难免在你们心中产生距离感 可能是对方还没有完全认定你 所以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上呢都太过的平淡了 只有每天的日常的问候 却没有真正的关注到彼此内心的真实想法 所以呢他对你们呢你们对这种相处的模式呢 已经很盲目了 过了乏味着过着乏味的生活呢 让他很难与你有共度余生的想法 那么你该如何做才能把握住对方的心呢 如何做才能让你们的感情升温呢 可以关注老师可以找到老师 为你进行详细的占卜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一张牌呢是心必识 这一张牌呢表示说你们的感情不太稳定 彼此的心呢都很难安定下来 所以说呢对方还未发展成为你的正缘 他心里还是有你位置的 但是并不高 而且你也不是他心里的唯一 若是未来他遇到比你更加优秀的人 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抛下你 若是你想他最终变成你的正缘 就要收起你不认真的态度 从自身来改变做起 对方看到你的变化后 也许会改变他的想法了 那么如何做才能改变他 改变他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呢 你们感情还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吗 下方的开始占卜 就可以找到老师为你详细的占卜了 这是以上两张牌的解析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一张牌呢是全账三 这一张牌呢就预示着你们目前是彼此的正缘 但是你们感情存在变数 也很有可能成为一段列缘 你们感情呢一直不温不火 也许呢是你们缺乏爱情的冲动与激情 也许是你们不是对方适合的人 你们一直无法理解彼此的想法 各自对爱情的需求呢也不大一样 所以呢若是长此次以遗忘下去呢 你们之间的缘分难免会渐渐的消散了 原本的正缘呢也可能会变成一段列缘 那么你该如何做改善你们面前 你们目前的局面呢 如何维持你们的感情 往正缘的方面发展呢 可以找到一对一的占卜了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 这张牌呢是圣杯七 这张牌呢就预示着你们近期的感情 一直会止步不前 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感情中呢 他是个很迟钝的人 不懂得主动 让你常常无奈 在感情中呢 你就得动久了 内心呢也难免很疲惫了 虽然他选择那个人是你 但是却不想与你有快速的发展 所以当你们感情中出现矛盾了 他会选择逃避或者冷战 这样的感情你是否还要坚持呢 就要看你多多么的看中这段感情了 那么你是否想知道 他会是你的正缘吗 你们未来感情发展走向